其實解封這一題 我們還是想了很久 我們比方隨便講 內湖區 這個禮拜到現在一個 都沒有新增案例 可是 圍繞著內湖區 從新北市的汐止到我們自己 台北市的南港 所以老實講單一個區 你不能看單一個地方然後來決定說要不要 那個管制要不要降級 這個還是要涉及 整個台灣 所以老實講我一直覺得 台灣的這種管制要 不同的限制要 不同級 我認為不太容易 當然 你問我說你在心裡面有沒有想到說如果要 慢慢解除管制要哪一個 當然是有答案 就是不吃飯的優先 沒有脫下口罩吃飯的優先 所以 看美術館一定是先開放 看電影院也許 當然不在裡面吃爆米花 所以 原則上如果要解除管制應該從 不吃飯的 不張口吃東西的開始 就可以了 不確定 可是 快他說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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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可以 快點 不怕 都 不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